彭帥一席运动服打扮公开现身北京一场青年网球比赛 影片来源出自大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个人推特 碰文时间点是21号一早 算是他爆发不伦练之后 首度在公开场合露面 这支影片曝光之前胡锡进20号晚间 就先上传了两支影片 曝光彭帅私下与友人聚餐的画面 影片中除了拍到餐厅玻璃门上的告示 显示月份为11月 还在聚餐聊天时谈到日期 网友也质疑不断强调日期的行为相当可疑 并表示应该让彭帅自由地出面解释 两多位彭帅公开发言不但世界囚王 巧克围棋担心彭帅安危 国际奥会也关注整起事件 央视记者PO文声称转发彭帅的新照片 隔天又接连爆出彭帅的最新影片 不但有私人聚会 还有出席公开活动的最新身影 连续剧班的情节发展 不但止不住外界质疑声浪 还让外界越来越担心彭帅安危 记者谢韩宇报道